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下手邊的工作 我們共同坐下來 好好欣賞這個禮拜 我們又為您帶來 哪些精彩的內容呢 好的 那我們其實 常常會講到是說 在淡水地區 或說我們整個北海岸地區 都有非常多有特色的 咖啡商店 而這些咖啡商店 其實比較起說一般的 我們說便利商店 買到了咖啡 它相對來講 這些咖啡商店 要嘛就是它的景觀 是非常有特色的 要嘛就是它的飲品 非常有特色的 總而言之就是 它一定有一個突出之處 不然也沒有辦法 吸引那麼多的遊客 或是消費者前來囉 今天為您要介紹一間 真的也是很特別的 我們可以算是去 網美打卡啦 或是拍照的好去處 這是我們淡水地區 這一間非常有名的是 光子豆豆咖啡店 那這是我們的老闆 這個是王少文 少文哥你好 主持人您好 電視機前面觀眾大家好 是不是先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跟說明一下 為什麼叫做光子豆豆 是的 光子豆豆其實這個名字 來源就是我們讀書的時候 有學到這個生活善藥術 陽光空氣水 對 那我個人比較偏好在陽光 因為夏天我會曬比較黑一點 那陽光給我一個啟示 就是它會引導 有光的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是藉由這個山藥術其中的陽光 那我們只是在整個自然界一個很微小的一個分子 那我希望從我自己開始 然後去希望能夠帶動大家去愛護這個地球 所以我取光子 至於豆豆的話 因為其中一個豆是咖啡豆 那另外一個豆就是我們五股雜糧 譬如說有黃豆 有黑豆 我比較希望這種比較天然的東西 對 你本身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健康天然 都有在運動的感覺 我每天運動 是 所以是非常難得 那光子豆豆我們這一家咖啡店已經開幕了 您剛剛有提到是25個月 對 所以兩年一個月 怎麼會記得那麼清楚 因為我這麼講好了 我很認真在經營 那雖然是退休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要做嘛 除了要做好 可以做更好的話我們要把它做更好 那所以我投入的時間在這25個月 大概只有休25天 對 一般人會不相信 幾乎每天都開店 對 幾乎每天都開店 對 那我是用這樣的心態在經營這個店 所以我的客人也感受到了 那當然剛開始是 先由這個日本的兩家旅遊的 一個是雜誌社 一家是旅遊公司 他們來採訪我之後 然後再透過一些媒體知道 像上個月9月份的時候是東升媒體 有來採訪我 然後才會慢慢的讓我這個店 讓更多的消費者知道這個訊息這樣子 是 森文哥您之前是說做什麼樣的一個行業 那現在享受這個退休生活 但是又不得閒的持續的來投入自己喜歡的工作 因為我在上一個工作是我開服裝店 那我的工時也是非常長 那我們開的那個店也是說 把它當作要把它做起來那樣的一個心態在經營 所以我一天的工作時間大概也要11 12個小時 而且可能站光站立的時間也可能10個小時以上 所以也是這樣的一個養成 讓我們覺得說你做任何一個行業你的心態很重要 你就是保持那樣的心態要把它做好 我是這樣在經營 是 這真的是不簡單 其實有些時候想想 這個工作的熱誠與否 其實別的都是騙人的 就是你看面對面的那個笑容跟那個談到事情 眼睛發光發亮的那個程度 你就是要說這是真的不簡單 所以我們再回來拉回來 我們今天講到的光子痘痘 聖文哥是不是可以來跟酸觀眾朋友來分享一下 我們光子痘痘的特點在哪裡 為什麼可以吸引到那麼多媒體朋友爭相的報導 是的 我那個店這麼講好了 我的室內頻數不大 包括我的工作區大概只有1.5坪 那我戶外後面有一個花園大概15坪 那整個是露天的感覺 那非常非常自然 那我裡面使用的大概都是 譬如說我會畫一些壁畫 那我會人家不要的櫥窗玻璃 我請人幫我做彩繪 那就很自然去呈現就是說 我們要表現比較簡約的那樣的一個感覺 那至於我的商品來講的話 因為我本身學習我很認真學習 我做我也很認真做 所以我大概有7張相關的證照 都是咖啡相關嗎 咖啡有4張 那烘焙方面跟飲料有各3張 就是加種起來是7張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就是會很認真的把這些綜合 就是運用在你想做的商品裡面 那當然我的整個配置來講的話 我的室內區 因為我的吧台設計就是說 我的吧台前面可以有座位 所以我的客人也有的很喜歡坐在吧台 看我在做咖啡 然後也想跟我討論做咖啡的 種種相關的或是談論其他的 那戶外區的話我把它鋪設到安置的比較簡約像日式那樣子 可以坐在木台區或是另外一區是那個塑膠椅的 那年紀大的話就適合坐在塑膠椅 它不用盤腿 日式那種就是上去台面要盤腿做這樣子 所以不管是小孩子也好啦 一般家庭啦 進入到那個花園 他的心態就非常愉悅 那很自然就是心情會沉浸下來 小孩子當然喜歡在木台區去玩玩嘛 那一般我的比較有年紀的客人的話 他坐在那邊他就會看看書啊 聽聽他的音樂啦 或是打打他的資料啦 那我那個店也曾經就是有開過論壇 學校來借一個場地開過論壇 那也辦過所謂戶外的瑜伽 所以客人就是蠻喜歡我那個地方 聽起來是真的非常自然的一個 一個環境 當初怎麼找得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應該這麼講 或許我跟這個地方有緣 那我來到那個店附近的時候 我就被附近的那個環境的氛圍吸引到了 那個非常像歐洲的感覺氣氛 那我一進入到那邊 我就覺得哇這家店 真的是我在尋找的 那個時候您在開店的時候 那個地方已經有開店了嗎 有已經有開店了 那你怎麼那麼好玩 馬上就能夠承接下來 其實這個中間老實講還是有曲折的 所謂曲折就是我去那個店之前 中途原先在乘坐的那個業主 他打電話跟我講說 你人在哪裡啊 那不好意思你前面那一組 已經決定要承租這個店 那時候我心態就想說 反正我在找店 我就去看看 隨緣 隨緣去看看 看了之後 也跟決定在做的那個業主 就是大家一起在聊天這樣子 聊一聊之後就各自離開了 那個緣後來我去承接是因為 所以沿線那個跟黃東談細節的時候 沒有談好 所以後來又交到我手上來 所以你算是這 後補的題名 但是你後補後有過關就對了 是 這也不簡單 就很像我們申請 譬如說研究所大學 證取跟備取 你算說因為比較慢嘛 這沒辦法 不過有些時候就是一個緣分 那緣分讓這個少文哥這邊 來到這個光子豆豆 那進一步的讓這家店 終於誕生了 那回過頭來這邊 我知道很多的這些觀眾朋友 也會到這個光子豆豆這邊 去品嘗一杯咖啡 其實我知道是說 連我們的咖啡的這些品項 口感都很有特色 這是不是也跟您剛有提到 有七張證照有相關 有關係的 第一個就是說像 我那個店的環境跟一般咖啡店 老實講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是開放空間 那傳統的咖啡店就是一定有大門進去 那進入裡面就整個空調封閉的 那我那個店 我的作業區全部是開放式 就是沒有門去關著的 所以它的溫度濕度隨時都在變化 所以我在做咖啡比較特殊就是 我會預計當下的溫度濕度 去調製一杯咖啡出來 所以很多喝咖啡聽我這樣講 欸 需要這樣子嗎 事實上我曾經用一個數據 跟客人在討論這個 他們也蠻驚豔說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一個效果出來 那當然我每一杯咖啡經過這兩年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的訓練 我已經能夠很精準抓到 每一杯咖啡都可以做到很好 所以它呈現風味最基本就是 原論度 滑順 回甘 而且會有風味 雖然我一杯美式的黑咖啡賣50元 可是它可以呈現以上我講的 還有風味至少也有 莓果跟柑橘的味道 所以客人喝到都是蠻喜歡的 欸這很特別欸 因為50元就跟這個便利商店賣的咖啡 幾乎是價錢沒有兩樣 但是你說便利商店有時候的咖啡 你喔就是雞翠達啦 你知道就是 獲取一點那個咖啡因 但是呢你真的要好喝的 譬如說所謂的單品咖啡 或說所謂的這個精選咖啡喔 那可能動輒都一兩百兩三百 不為過 但是欸少文哥您 剛剛提到說50元就有一杯好咖啡 所以我的客人包括譬如說韓國客人 他們都喝美式居多 那尤其在我的經營經驗裡面 他們喝冰的部分很多 那我熱的美式跟冰的美式 它呈現的感覺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對 不是用同一款豆 同樣的豆子 但是因為它是用熱跟冰的去呈現之後 效果會不一樣 風味也不同 所以我的客人喝到就會 馬上反應就是說跟他傳統 在喝過的咖啡裡面 真的是不一樣 對 欸這真的是不簡單 那對因為我們知道是說 這個咖啡豆的好壞 然後烘焙的過程 以及當然沖泡的手法 可能都有許會影響到風味 您自己怎麼去 這一條龍都會是你自己來負責嗎 還是有哪個特點 會讓你的咖啡跟別人與眾不同 是這樣子 因為我在學咖啡的這一塊裡面 我大概所有課程我都學過了 包括烘豆子我都知道 但是豆子本身因為我沒有烘豆機 那那個線紙也沒有適合的地方 可以去擺那個機器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每一件事情 都勢必公清 那我有朋友很會烘豆 那我目前用的豆子就是他烘的 那我這個朋友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參加過亞洲的烘豆比賽 德國冠軍 所以我目前用的豆子就是 我這個朋友烘的豆子 是 對 所以說有這個好的來源 對 再來就是說我個人的萃取技術就是 我要把他豆子的特色整個呈現出來 所以我很用心在整個萃取過程 對 OK 這聽起來真的是不簡單 所以說這樣子看得出來我們少爺哥真的很用心的投入 這一個光子豆豆的這個咖啡店 謝謝 我也再請教 那這跟您過去的工作經驗其實比較沒有相關對不對 對 那您怎麼會有辦法是說這個兩年多三年的時間 就是全心投入 然後讓自己變成一個咖啡達人 不敢講是咖啡達人 應該講我覺得是心態的問題 那那個心態或許要追溯的話 當然本身個性也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我讀書的時候 我是讀電機工程 那學理工的基本上你理論要懂 對 比較實事求事 對 實務的你要去搭配理論 所以等於是說之後在就業的過程也是就是說 只要你在學習的過程你就很認真 因為理論你一定要很清楚 要了解 那真正在實作上面你要把它整個效果弄出來 所以我在踏入這個餐飲飲食這個部分 是我先去學麵包 我完全是一張白紙都不懂 你還有先學過麵包 對 所以變成說我在學麵包過程也是 剛開始的前三個禮拜學習 大概一天只睡4個小時 一般人會覺得 學麵包只睡4個小時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原因是我很認真上課以外 回家我會去看作業啦 那去 自己動手做 對 去review一下白天上課的狀況 大概是這樣子 我相信一般會這樣學應該比較少啦 我是這樣在作業 對 所以這不簡單 而且我覺得更難得的是 你不是學徒耶 你不是十幾歲 我們說年輕啊 16歲15歲你是當學徒 所以一天睡4個小時做麵包 來拿到不管是說為了養家活口 為了學一技之長 但是少文大哥你已經算是退休 等於是工作經驗已經非常豐富 而且也已經走到了這個人生 就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可是你的心態是從零開始 然後重新學習你不懂的事情 是 這個真的不簡單 沒有沒有 所以說從麵包然後之後再來咖啡 麵包之後是西點蛋糕跟飲料 你怎麼會做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光子豆豆裡面 也有販賣這一些您學習的東西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小 所以我目前就是有做甜點 我做了南瓜起司跟芋頭起司 就是以這兩個比較店內招牌 對 反應也很好 是 OK 所以真的是很多的 這個觀眾朋友或很多的消費者 其實如果說你有藏上臉書 或是說在一些社群軟體上面 你應該都會看到我們光子豆豆 越來越多人喜歡打卡拍照 或是留言分享 所以我一開始也講到就是說 很多的網美很多的這些年輕朋友 都喜歡到光子豆豆 那回來這邊也要請教這個 少文大哥就說 那您現在開店兩年多的時間 應該有很多的觀光客也到您的店裡面 是的 那很多人都是去做拍照打卡這邊 就是看準了我們店裡面這個很天然的環境 對不對 怎麼會保存的那麼天然環境 好像這個是蠻特別的 當然我希望就是像我花園裡面 我也不噴灑農藥之類的 完全就是讓它自然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曾經想說 個人很喜歡香草植物 那也問過賣植物的商家 就是我的日照時間兩個鐘頭 那他跟我講不行不行 一定要半日照以上 那我個人很喜歡 陽光比較多一點 對 我個人很喜歡 那就想說試試看吧 就買了三顆 四重這樣子 嗯 就放進去之後 隔一天再到店裡看的時候 已經被吃掉一半 因為我裡面很多炸門 哦 花園裡面很多炸門 就兩天之後全部吃光 是 對 那之後有一些植物也是因為種的時候 都牙葉子都比較潤 嗯 那都被蟲吃了這樣子光圖圖的 比較好吃的 可是經過半年之後 欸 長得更茂盛 嗯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要跟環境培養感情 嗯哼 也是要共榮共存 然後就是一個這個環境的特點 其實大自然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不是有用這些人為的破壞 或說有去用這些農藥的噴灑的話 其實大自然他生命自己會找出一個出入 跟生活的一個型態 對不對 好這真的是非常特別的 這是在我們淡水區這個馬街街上 的一個光子咖啡 那兩年多的時間已經培養很多的這個 忠實的粉絲跟忠實的消費者啦 那很多的這個網路上的好朋友 或說外國的觀光客也都會 特別來到我們這一家光子咖啡 來做一個消費或是打卡拍照分享 那您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想法在接下來 還有想要說再把光子咖啡怎麼樣的塑造營造 或者說有下一步的計畫呢 因為縣紙就是地方不是很大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未來可以結合一些文創啦 文藝上面的 甚至於跟休閒做一個結合 那當然我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來到淡水 除了走老街跟河岸以外 我們這個馬街街往上再走 全部都是古蹟的巡禮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來 來走走看看 對 您自己本身以前也不是淡水人 不是 但是您現在 對 剛剛有提到好像是 我們開棚前有講到是說 您其實現在還是住在台北市 那就是每天往淡水房 這比較不簡單 一般來講就住淡水或住新北市 然後到台北市工作 您是反其道而行 對 那是不是也分享一下是說 那當初來到這邊 然後到現在 每天的這樣通勤的生活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還滿愉悅的 原因就是說你每天來 反正就是趕快到店裡 那因為我一個人的關係 所以很多大小時都要自己動手做 對 什麼都要自己包 對 校長兼狀中 對 對 對 所以變成說那個心情是愉悅的 所以像昨天我一個客人就是 他看到我很感動 他說看你兩年多 你每天都是充滿笑容這樣子 然後讓人家感覺到非常舒服 對 是 哇 真的是讓我們也感覺到很舒服 就是像今天錄影的節目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邵文哥其實從 比較早的時間又來到攝影棚 但是到現在都是笑容滿面的 然後持續的跟我們分享他過去的 這些分享的點點滴滴啦 其實我都覺得是說非常難得 真的 不要說活到老 學到老 我們現在也是有說 現在人也沒有所謂的老與不老 心情調適是非常重要 所以您自己本身的這個心情 到底怎麼樣可以保持這種初衷啊 我覺得這就很難得耶 您自己的小朋友 有小孩嗎 有 那小孩有沒有 那種 給你勸說 別那麼慘啦 還是說他們也很支持你 來支持您做這樣的事 我是一個小孩 他也蠻獨立的 對 對 他目前是在國外 國外工作 對 所以他也很獨立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可能家庭關係也有關係啦 就是每個人都蠻獨立的 對 有自己的想法 對 所以就會覺得是說 反正就是真的好好的做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對 有些時候我們就講說 選擇你所愛 愛你所選擇 所以真的你自己喜歡的 什麼樣的事情 你就勇敢的去追逐夢想 勇敢的去創造夢想 那自然然很多正向的力量 也就會集中來這邊來 配合跟幫助了 對不對 所以邵文哥你這樣 過去這兩年的時間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 這個客人 有那個街坊鄰居 就是每天一定要來喝一杯咖啡 有 還是說 有一個76歲的客人 76歲 對 他幾乎每天來 對 那他也很喜歡喝我的咖啡 他說你的咖啡賣的真的太便宜 他說如果我有賣手沖 他會喝我手沖的咖啡 對 那因為我那個場地比較小 所以手沖的設備沒有辦法把它放進來 對 器具比較多 好像比較麻煩 沒有 因為我那個位置小 所以你最起碼還要一部磨豆機 然後要有手沖的工作去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店裡做的咖啡是 就是義式咖啡機 對 義式咖啡機 所以我可以用義式咖啡機做出來比單瓶的還好喝 對 這真的是 你看講到這樣就 邵文大哥這臉上是得意的笑容 這是客人給我的自信 是 了解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真的 我們這樣子聊到現在 如果說你是一個咖啡控 如果說你真的喜歡這個好喝的咖啡 真的不妨我們就是來到淡水馬街街這邊走一走 其實享受一下陽光 享受一下這個美好的風景 那還有享受一杯好喝的咖啡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美滿的旅程 今天很感謝我們光子豆豆咖啡店的老闆 王少文 王老闆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我們休息一下 稍待一會 希望好所在再回來